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哪个初生敢抢我的金腰带 回头一看还真是初生抢的 这独特的造型我除了说What the f***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抢大壮的博士别人正是乌贼哥 大壮当面被抢了金腰带 那是是可忍 说不可忍 无可忍 无需再忍 他和乌贼摔角手大打出手 俗话说得好 双拳难敌四手 更何况乌贼有十只手 乌贼有十只手这么没用的知识你们不知道吗 看土豪长知识吧 乌贼一个技能贼头贼脑撞到了大壮 随后再接一招贝极星过肩衰 直接打败了大壮 电影开始五分钟 每个画面都这么奇葩 按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一般的电影后面应该讲大壮如何苦练功夫 最后代表人类击败乌贼哥的故事 但是我土豪能讲一般电影吗 乌贼哥在战胜大壮后 在师傅犀牛皮的陪伴下 继续在寺庙中进修 主要的修炼就是打坐 打坐中乌贼哥也会心有旁骛 这时僧人就会对他当头一棒 我说你能不能让我多看一会儿再打断他 另一边大壮在输了比赛后 整日心神不宁 女友美弥子安慰他 你输了比赛没事 你还有我呢 几日后美弥子在家有人敲门 顺着猫眼一看 这门外不是别人 正是乌贼哥 一般人那是绝不敢开门的 而美弥子不但敢开门 而且经过交流发现 乌贼哥不是别人 正是他失踪已久的前男友大强 但是乌贼哥不想打扰他的生活 而选择转身离开 你不想打扰人家 你敲什么门 俗话说 爱是一道光 绿到你发慌 很快乌贼哥就和美弥子再续前缘了 大壮看在心里 恨在心头 那你只是看到在街上 你要是看到回家 那还不气死你 让我来带大家看看回家 看这是做家务呢 很快就抱一起了 然后电影没有详细拍 但是我相信你们不少人都看过类似的题材 应该能脑补吧 另一边 大壮化悲痛为力量 刻苦训练 希望战胜乌贼哥 这是乌贼哥的教练 犀牛皮找到了他 说你这样训练是没有用的 要想战胜乌贼哥 跟着我特训 什么情况 乌贼哥的教练 为什么要训练大壮呢 拴脚协会又为他们安排了一场世纪大战 大壮vs乌贼哥 观众都非常期待这场比赛 支持乌贼哥就买我的乌贼 你看他和乌贼哥有一样多的出手 你走开 支持大壮就买我的萝卜 你看他和大壮投帖一样绿 比赛当天 乌贼哥先到场 但迟迟不见大壮 等到大壮出场的那一刻 隔着厚厚的面具 我们都能看出乌贼哥惊讶的表情 因为大壮变身成了章鱼哥 你不带上你的朋友 喊棉宝宝和派大新吗 两人在擂台上大大出手 双方势均力敌 我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杀屌的动作戏 这时乌贼哥突然使出一记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威力十足 紧接着又是一个连招张口就来 吐章鱼哥一脸墨汁 最后必杀技使出了一招六句的 总之就是击败了章鱼哥 战胜章鱼哥后 乌贼哥名声大噪 成为全民偶像 和女友美名子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年康要公主和乌贼一起过上没羞没臊的日子了 突然从天而降 这什么 我没有看错吧 这是一只皮皮虾吗 皮皮虾暴揍了乌贼哥一顿 并向他发起了挑战 而这时我们的大壮顶着一身原谅色 原谅了乌贼哥 并对乌贼哥展开了各项魔鬼训练 这训练 如果你们的战术是想笑死对手 让他无力反击 那你们的训练就看上去蛮成功的 最后怎么乌贼哥和大壮看起来越来越不对劲 比赛日日到了 乌贼大战皮皮虾 这哪是拳台 这配上瓶啤酒就是烧烤摊啊 经过了刻骨训练的乌贼哥 上来就被打出了西游记后转的鬼畜感 皮皮虾就一招朝脸上猛砸 乌贼哥当场就被打倒在地 我没有力气 你就倒下了 倒下不要紧 乌贼哥直接被打得陷了原形 又变回了他的本体大强 乌贼大战皮皮虾转变成大强大战皮皮虾了 大强一出手就让皮皮虾无手可出 他直接卸掉了皮皮虾的两只前爪 紧接着他就使出了一记从天而降的如来神掌 将皮皮虾击倒在地 大强胜利了 没有 皮皮虾的壳自动打开了 大强一击你这是要变虾人的节奏吗 难道这就是不成功变成人 皮皮虾还真变成了一个人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刚才乌贼哥的教练 犀牛皮 什么情况 不知道谁给犀牛皮递了个麦克风 他说 大壮 大强 你们俩是我儿子 大壮和大强很感动 当场就给老头两巴掌 孙子打不赢还敢嘴上占便宜 老头起来又给他俩两巴掌 我真是你俩亲爹呀 三人确认过眼神 确实是亲父子 于是抱头痛哭 等下我捋一下 皮皮虾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乌贼一个章鱼 美米子和他们兄弟俩 还都谈过恋爱 这也太乱了吧 第二年春天 美米子为大强生了一个孩子 好像是只小乌贼 电影结束了 这部日本2004年的乌贼摔脚手 实在是太奇葩了 以至于我看完第二天早上睡醒 我已经记不得 我昨晚是做了个怪梦 还是看了个电影 本期互动话题 哪一种动物最贴近你的性格呢 本期抽奖 微博关注土豪影院 并转发本期节目 超级幸运观众 送出海绵宝宝玩具一套 祝大家好运 想看更多有趣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号 土豪影院 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